兄弟们 400块出的自尊皮 今天必须发挥出他应有的价值 这个鲁班这个战机 是有点东西的啊 不过猫哥对于打击也是有一定造诣的 所以啊 这把我们双息枪枪离合 肯定是稳了 在开局强线这方面 打击的一技能是不能清掉一波兵线的 所以我们在兵线交汇前先打一波 给你给他打开啊 家人们谁懂呀 将怎样还在去 不行你什么身份我什么地位 黑鸭的一个胡动皮就看多有动手动脚的 老子他妈400块的自尊 给点面紧啦 欺负我一个肉女子刷什么本线 他奶奶都越小越紧 一血 他投了个尾刀 这波不亏 打击这个英雄 一时大力操作 那所以呢 前期主打的就一个字 撑 这英雄说实话 非常的吃装备 所以要多撑一些经济 你看是我在抓人 实际我在撑平线 那看是打也在撑我的中线 那实则我是撑到了他的核线 前期撑着撑着 我就撑到四级了 那四级后的打击 就有了一定的伤害 那不多 够用 像歪打击 除了要会秤还得会秤 成人无备 说白了就是要会硬人 对面法学这波状态不好 如果你直接走过去 有着塔下减三 还有其他目标 如意尿拼 技能翻查 那大概率是代步着他的 所以 你好 欢迎光明 超充商业美 应谁谁崩溃 而打团的时候 更讲究这个秤 秤秤不进去 打击吗 就是打一套技能爆发的 没技能的时候 在BNOB一下 永远都不要把自己放在团战的中心 这就是我们美少女们的 保命之道 这边打团的还是一样 对面哪里没有什么棒 一点棒都没有 虽然我们这个打团 都只是秤秤不进去 BNOB 而且我们的技能伤害摆在那儿 虽然缓慢 但是运力 打的多了 对面也是把持不住的 他们把持不住 这团战自然就胜利了 注意我打团的站位 一直将自己游离在战场的中心之外 然后随不随的 原意技能秤两下 秤到谁都不要紧 主打的就是一个随缘 技能好了 再上去二三一白嫖一套 小飞棍来喽 可以不认为我只是靠近了一下子 怎么就直接爆炸呗 刚才都有美美的压个塔 我真的是你啊 哈哈哈哈 哎呀 奥尼哥小伙 你他妈的又想绝我一下 虽然他挺硬的 特希 有点短 够不着我们 很明显 他不有意思 这鲁班子 为什么靠前 他都不动手 但我们上去 就让那个技能 他闻着味道就来了 哼 又是一个 贪图窝美色的痛男人 还就这样 远远的丢个技能消耗一下 然后再一套技能 讲另一个小伙 哼 刚开始就不行了 不吃就要兄弟 那技能不全了 我们就在边上看个戏 这个驴部 达王就想跑 别人大意 继续来玩 拿几瓶力小猩猩 总的来说 没毛病 这皮肤确实还挺爽的 400块吧 那肯定是不值的 那超过400的 那更是云烟大头了 而且没什么关系 贵就贵吧 再贵的皮肤 你天天玩 他其实性价比还挺高的 那再便宜的皮肤呢 你买回来一次都不玩 那其实 他反而才是最贵的 说的好 鼓掌